10月26日,赵丽颖,赵露丝,迪丽热巴,杨超越都参加了品牌直播活动,所以,这就难免会有网友把他们放在一起互相比较,他们直播时的状态如何,谁丑,谁好看,只要女明星在的地方,就会有话题,热度自然不会少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赵丽颖身穿黑色吊带长裙,清纯又带着性感,头发扎起,前额两边留着两缕小碎发,还有大红色口红,则增加了一种魅惑感,沙实好看,迪丽热巴身穿白色单肩高腰连体裤,配上一双白色高跟鞋,看起来十分干练帅气,而一头秀丽的微卷发,则增加了女人的温柔感,一对耳窝式耳坠式点睛之笔,整体搭配尽显女王范,气场十足。 在女明星装造这块,热巴的造型从未让人失望过,不服不行,而且据说热巴的《安乐传》也快播出了,好期待啊。 赵露丝选择了一款白色露肩长袖上衣,黑色裤子,若隐若现的小蛮腰很是迷人,加上赵露丝皮肤白皙,肌肤光滑透亮,整体气质有一种纯郁感。 但是,赵露丝选择了眉红色口红,显得有些奇怪,妆容与整体穿搭风格不搭,杨超越则身穿一款红色娃娃领短款外套,这与她平时的风格倒是不太一样,整体装造,包括发型都偏老气,杨超越平时的灵气没了。 好在她有张脸撑着,这衣服换个人穿,就是射死状态。据说,杨超越的新剧,其实吉祥快播了,好期待啊,剧中的造型实在太好看了。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赵丽颖,迪丽热巴,赵露丝工作室出的图,和直播生图对比下,看看区别大吗?赵丽颖,迪丽热巴,赵露丝,其实,这四个人平时的风格都不一样。 赵露丝甜美,赵丽颖明媚,迪丽热巴美艳,杨超越元气少女,只是有时候装造没那么完美而已,这些都不影响她们是既有流量又有美貌的女明星。 大家觉得赵丽颖,迪丽热巴,杨超越,赵露丝谁赢了?你们喜欢谁的装造呢?欢迎留言分享。